我是养牛肉乌哥 这期节目主要是想给大家集中回答一下的 就是在评论区里头给乌哥提出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也是挑一些有代表性的 在这个评论区里头还有很多问题 有些问题呢 乌哥也都是一一的回答的 但是还有个别的没有得到及时的回答 可能就是由于实践的原因和一些其他的原因 有些就很棒了 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给予量 在这个评论区里头有个咱家的老鞋 说这个乌哥我是养牛新手 怎么能够从这个牛的外表上 能看出这个牛是否活跃的 在这里头给大家详细解答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能够准确而行之有效的方法 还是找这个兽医进行摸它验读 或者是用这个避烧机进行检查 这种方法这个针对拆毒两个毒距往上的 这样的母牛比较是实用的 同时也是方便咱们老铁出门这个选牛的时候 特别选这个宝摸母牛怕自己判断不准 又不能够完全相信这个卖家的话 咱们最好就是找这个兽医来给诊断一下 有毒呢咱们就花100块钱摸毒费 如果说没有毒呢咱就不用花钱 当然咱们选择毒的大母牛最好就选择毒在三个月往上的 这样的这个把握性能更高一些 当然咱们要是想从这个外表判断这牛是否怀孕的 只能是凭这个经验凭感觉 这样的误差还是比较大的 你像有说这个从眼睛上看 看这眼睛有没有散到这个学士 有的说看这个牛尾巴 看的是否像一面偏离 你像这一卷的这个牛基本都是刷毒的 这牛尾巴都挺正的 所以说这种方法是不是准确的 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那么这个外出选牛的时候 这个母牛出来没吹毒真是差价 这出来毒的比这个没吹毒的有的得差几千 有的甚至都得差到上万元 你比如一头长相非常漂亮的大母牛 如果要是没有毒的话 有可能是那种没有繁殖能力的母牛 你这样的牛你买回去做繁殖的用的话 那损失可求大的 这也就是说这花了大价钱 买的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所以说要是出门选牛 要是想准确的话 还是找受益给摸一下的 咱不能用差一百块钱 造成这个没不必要的损失 如果说是咱们自己长期饲养的母牛 只要是你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这摔毒和没摔毒的牛 表现当中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首先就是这个母牛发情以后 经过配种 在接下来这个一到两个发情周期 这牛都没打难 这就是初步可以判断的 这牛已经穿上毒了 对于这种家里面养这个繁殖母牛 同时又有这个肿牛 和这个母牛长期混养的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 咱们养的后就要格外的注意 以防止它有对母牛长期不打难的 如果说你不仔细观察 你就很难能够及时的发现 只有你发现早了 你才能够及时的给这牛找到原因 对症进行治疗 其次就是这个成功配种以后的母牛 食欲旺盛 比配种以前能吃也能喝的 而且愿意上标 毛管也显得比以前更亮一些 第三种情况就是成功配种的母牛 走路比较稳重 直到加小一些 放牧的时候愿意走在这个牛群的后面 这也许就是这个母性 对这个胎儿的一种自我保护作用 第四种情况就是成功配种了以后的母牛 这个随着月份的增加 这个母牛的腹部会逐渐的变大 乳房也会逐渐的增大 乳头也会逐渐的变粗 在这个怀悦六七个月以后 你就是偶尔会发现的 有的这个胎儿会踢这个大牛的肚子 这种现象也就叫着这个创权 好了 那个游艺时间的关系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吴哥的作品 就请简单